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下面首先我介绍一下今天来的讨论嘉宾 从那边开始吧 上海中心大厦BIM总监赵斌先生 这是赵斌 从BIM 开车的高压 他会从业主的角度来介绍一下BIM 整个在上海中心的实施情况 第二位是我们上海中心大厦总承包部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高振斌先生 第三位是我们上海中心建科咨询公司的副总经理 和上海中心大厦的监力总监李亚通先生 这是同济大学的BIM 负责人 张学生先生 当中生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从这个BIM的角度 由业主 总包 监理和设计四个方面都全 所以上海中心的BIM 运用得到了 应该在社会上的一个高度的一个关注 我们从08年开始接触 学习这个东西 从一年开始推广运用 贯穿于整个建设的全生命周期 那么在这个整个运用的过程当中呢 应该讲有很多的体会 也有很多 结局了很多的这个 技术的经验的积累 那么我们也在全球 在那个美国 在澳大利亚 在那个新加坡 在香港 台湾等等各个地区 包括俄罗斯 我们也进行过 关于我们运用的一些交流 这国际性的交流 应该讲 在这些交流的会议上面 整个余会代表 对上海中心的BIM 运用呢 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那么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奥特德斯公司呢 在全球它主要的办公室 都放到我们的模型 因为当年它向我们介绍了这个BIM 但是我们运用的BIM 已经超出了奥特德斯公司 本身能够想象的东西 而且这种运用的推广和范围的扩大 在不断的深化 不断的扩大 那么整个中国的这个BIM发展 从五六年前到现在 实际上有一个方天部的变化 从设计到业主 整个工程建设上全流通的这个 各个环节的这个单位公司 都在积极地探索BIM 在这个他们自己的域当中的运动 那下面我们这样 先请赵平先生介绍一下 这个BIM对这个 业主对BIM的一个认识 所以首先我们可以聆听到我们的老师的观众 对BIM的 谢谢各位 其实 刚刚格隆已经做了一个比较 比较全面的一个 以及一个看过性的一个介绍 但 作为善业中心业主帮具体实施 并相关的这个工作 管理的这么一个角色 一直到现在其实五位杂成吧 应该跟我讲 对 对 实际上 Mr.Ger has already given us a very holistic introduction and as the Shanghai Tower and the implementation I think I have a very complicated and sophisticated feeling 简单的总结一下的话 我觉得 因为 项目的这个周期时间很长 从07年公司成立 直到现在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另外BIM的这个 真正实施的话 已经超过四年了 那我这边简单的总结一下 就是第一 公司领导基于很大的支持和重视 第二 各参业单位 基于了非常大的支持 工程的协力 基于这两个点 上海中心的这个BIM的相关工作 才能达到一个 比较令人满意的一个 一个结果吧 Over the past years our leadership and also the entire team has provided great support for our BIM implementation 差不多就这样了 我也是业组 这个一起的 所以我补充两个 几个数据 或者说几个 几个情况 我们上海中心大厦 是2008年的 11月29号 那个开始 动工建设 开始打第一分装 那么当时设计的整个 进度计划是73个月 也就是到今年的年底 那么这六年来的计划呢 可以说我们基本上 大的基点都抓住了 我们也非常有信心 在今年年底实现均工 那么实际上就是六年前 做的一个计划 我们基本完成 可以这样一个判断 那么第二个判断是什么呢 第二个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六年前的概创 到今天为止 应该讲得到了公司 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六年以后都变化 那么第三个什么情况呢 我们整个 我分两项分项工程来讲 就是我们整个 11万吨左右的钢进入 通过了BIM的运用 整个一个消耗的 就是浪费的一个钢 是1.5吨 整个过程当中 应该讲这个精确度是非常高的 另外一个 我们外部墙的板块 2万037块 没有一块是为工厂办公 而且基本上准确 全部准确就好了 那么这些 这些这个成绩的取得 当然和我们在座的设计 这种保育业组间里的 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 但更重要的是 我们采用了这种新的 这种信息化手段 来整复住整个工程建设 应该讲 这个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从我们业主 为什么要推这个东西 有我个人的原因 也有公司的原因 当时我们在座的 都是第一次 接触超过600米的高厂 没有人有经历 对吧 面临什么样的都知道 那么在面对的这样一个 超大难度的项目的时候 我们感觉必须有一个新的东西 来支撑我们的工作 才能够可能比较顺利地做完 这个工程建设整个过程 所以我们想到了 建筑新型模型 事实证明 这样的一个新型化手段 确实对整个工程建设行业 起到我们在整个过程运用当中 它是从一种工具到方法的转变 从方法到方式的提升 那么这种过程当中 我们业主可以做的最大的会议方 当然他们在运用过程当中 从设计的环节 从施工的环节 从监力的环节 都有它的整个各自的一个收获 但对于整个项目的顺利实施 在原有的计划 以及造价的控制下 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业主是最大的会议方 那么今天因为没有完全展开 我们的一些具体应用 这里就谈一下我们大致的一个思想 所以当时我们业主规划 整个一个并运用的一个体系 如果用合同管控 技术标准 包括团队建设等各方面 或从行为组织学 从南海战略等等各种 科学管理的这样的一个理论方面出发 形成了我们上海中特有的 要以业主为主导 各参见单位共同参与 这样的一个项目经济化管理的模式 应该讲 从我们实施的效果来看 是非常成功的 那么下面请这个总包的高总 来介绍一下 市空方面 比我们的一些具体应用 From the owner's perspective because over the past 6 years And I think merk everything is within our control including our budget and we also have a very accurate installation 例如,我們用了110,000吋的吋,我們只花了1.5吋的吋,這是非常確實的 而且,用了眼鏡,用了外層的外層,並沒有用力 所以,這個吋的吋是非常確實的 因此,因為這新的資訊基礎,我們是一個負責的BIM 所有的办公司都是BIM的 因为这是第一次我们听到BIM 而且我们也有第一次做BIM 最初的大幅度高100m 所以我们相信 是由于这份工程的理由 这份办公司 由于代理了 全民的办公司 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培充 我来介绍一下整个的病部在上海中心的应用,是不是在施工这一刻的应用。 我想分三个方面来介绍。 第一个方面,我们对病部的认识,实际是原来的这种认识,包括建模型、复杂的机构体系, 实际在我们的其他的工程里面也都在做。 只不过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不是叫病部的模型,我们更多的叫三维图形。 当然它也属于病部的一种,包括我们做的一些动画,动画片的演示。 那我们可以讲到的前面的更多的,像鲁股大桥,东海大桥,以及我们做的一些机场等等,很多项目里面的实力都应用。 首先,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基本的工作与病部。 可能在那时候,我们没有叫病部。 这是3D,或是显示。 所以,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基础的研究。 所以,我们可以讲到病部的真正应用,包括它真正的能够发挥效应,是经过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大家对病部的一个认识。 那么这个阶段里面,实际是由于上海中间里面的特律的刑起造成的。 那么,第一个阶段的形式呢,因为上海中间是扭转的。 同时呢,它这个扭转的时候呢,整个的结构体系也跟着这个建筑物呢,在一起在进行扭转。 那么,这样呢,带来了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当初的时候呢,做当结构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整个的结构的边线,因为按照这个原来最初的设计的时候,结构的这个边线跟它目前之间,它这个合适的距离,合适的大小怎么做, 以及呢,这个如果没有一个模型在进行这个问题的话呢,就可能会发生困难。 当初的时候我们印象非常深刻,那么就会发现了这些模型的过程之中里面, 就会发现了,就是特别是在这边的这个位置,位置一间。如果不通过模型来展示出来呢,那么,可能从设计方,包括各个方面里面呢, 对量子里面,尺寸空间和大小都可能感觉到呢,这个尺寸呢,是不是有问题是想不清楚的。 那么通过模型,能够很好地把这些问题呢,能够讲清楚。 那么,这一件事呢,对我们当初的触动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件事呢,也下定的最新,就是上海中心这样的, 一种特殊的结构形式,如果不做病呢,实际是没办法能够完成实际的工作的。 所以,那是为了我们的心理,否则我们不能够完成这一件事。 就像刚才柯总讲的,如果说没有这样的病母的这个团队,然后加上这个病母的后面里面的支撑,那么你这个六年的时间里面, 每一步能够这个大众接点呢,也都是不可能的。 Otherwise, over the past six years, it's impossible to achieve the connection of all the joints without the BBT. 我想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然后呢,我们在整个的工程中,最终里面呢,已经现在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全面在这个病母的应用。 我想在这呢,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整个的这个外边的墓墙,就是这个群房的墓墙呢,都已经展现了。 大家感觉到呢,群房的墓墙呢,是因为它是用多个曲面来变成的。 它是用多个曲面呢,它的尺寸大小。如果不通过模型把它展示出来呢,实际呢就是,因为当初的石像建筑师可能是,它的这个曲线呢,它不是有方程,或者说不是有地基的每一个的阶段。 这个这个第一个方面里面呢,就是说我们经历了一个把模型画出来。 然后再根据这样的一个模型,经过各个方面里面的确认,再定这个尺寸的大厂,包括加工的这个要求。 那么这个时候专业就非常多了,那么要加入的专业呢,就是除了木枪本身以外,还要加入建筑的专业。 以及呢,钢结构加工的专业。 所以,很多的专业是关于建筑、建筑、建筑和建筑的建筑。 这样的话呢,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模型。 我们可以来到一个维俗的模型。 我们现在呢,说到现在的位置呢,我们往往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我们就在讲,模型全部剪好以后,我们经常的还会问方方面面, 你这个系统里面是不是已经完成了? 那么通过模型可以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每一个系统它在运行的一个情况。 其实,through the model, we can see the operation status of each specific item. 所以呢,我们到现在为止呢,就是通过闭幕的这种方式呢,也减少了人为的这样的一个反弓量。 但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经历呢,它是非常这个艰难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一个变得的过程。 那么今天呢,我们应该这么说,就正如刚才各种讲的, 因为闭幕的应用呢,已经深入到我们现在这个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的身心了。 我们可以这么再讲,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底下的里面的,底下的工人就会问,有没有这样一个模型。 特别是比方说,刚才会在加工的一个过程之中里面, 它一定希望,你跟它交底的时候,是用一个模型来交底,而不是原来的团队交底。 然后,all our team members, including our workers, would like to have the models for the steel processing, not just a piece of drawing. 我想这就是技术本身,因为技术本身的规律, 带来了一个整个的一个系统的一个结果。 We have seen the improved system, thanks to the improved technology. 那么我再想说一点,就是和并幕相关的,我们后续的,它的后续产品呢,我们实际呢,也开发了很多。 And actually, we have also made some follow-up researches on并幕。 比方说,我们木墙的这个系统,以及干净部加工的这个系统, 我们精度,之所以能够达到那么高的一个精度的要求, 正是因为建立的并幕这样的一个系统,才有可能的。 Yeah, for example, BIM is a very important contributor to the accuracy of steel processing for our curtain wall. 再比如说,我们目前的,包括装饰里面的很多工业化的一些工作, 那么也都是征令BIM。 And also, some other industrialization work has also been contributed by BIM. 我们最复杂的有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曲练。 这个曲练当初的时候,就是能不能模拟出来呢,我们当初的时候, 表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合理。 但是呢,通过BIM的这样一个方式, 我们把每一点,每一个节点,甚至把每一个施工的过程加进去以后, 我们演示了整个BIM的生长。 所以呢,最终呢,我们感觉到这个是可行的。 而且我们当初的时候,这个误差是非常好的。 And, for example, the difficult item we have encountered in a triangle with different curves, and with BIM simulation, and we find this is feasible. So, we also find that the error is also pretty small. And, in the Shanghai company, in the Shanghai company, 因为有BIM,所以有很多工业化的一些工作可以去实现。 And then we can realize more industrialized work inside Shanghai Tower. 因为我是一个各异者,所以我也大力几乎BIM要定路每一个工程里面。 So, I'm one of the beneficiaries, so that's why I really advocate BIM. 下面请我们的总监,李亚栋先生呢, 介绍一下BIM和BIM的一个结合和使用的一个情况。 刚才我们的业组造兵,从业组的角度介绍了业组, 如何是主导上一中心BIM工作的。 我们的总招办,总招单位又是BIM的实际的应用者。 作为我们工程管理单位,如何来做BIM实际上是非常难的。 先翻译吧。 We have already heard the perspective from the owner and the general contractor. And as the supervisory company, actually it's very difficult for us to manage. 上海中心的那个独特的外形啊,让我们的BIM基础在上海中心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也显示出它强大的一个作用。 刚才那个高伯已经做了详细的介绍。 And you have already seen the very powerful role of BIM in the unique shape of Shanghai Tower. 但是作为工程咨询单位呢,我们做什么都困了我们很长时间。 But it is also a very personal problem for a construction consultant for what we can do. 我们不能在上海中心做绝对的。 所以呢,我们也对这一方面的经营的投入。 我们开展了三项的科研。 但我们主要的方向我们放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试工过程的信息化、跟踪和可视化的一个研究。 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对我们工程的检测的方式进行创新。 And we have also innovated the measurement and testing approaches。 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全面都没有先例的。 都是基于我们自身在神殿工作中碰到的问题。 或者是我们想把我们的问题展示的更加清晰而进行的工作。 And because all these work is unprecedented, and actually we would like to have a better identification of those problems. 我们取得了一些程序。 比方说我们在刚这个的加工过程中, 我们建立对预拼装这一块。 如何检验。 操作我们自身的一套方式。 And we have already made some achievements, for example, in terms of a steel processing system, and we have developed our own testing. 这道方式方法的建立, 大大加快了, 接你的检验的一个过程。 为工程整个的一个精度的推进, 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Thanks to this new test method, we can speed up the process, and we can also speed up the entire progress. 另外举一个例子我们在管理创新商。 因为这样大的一个体量的管理的信息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And we have also made some innovative management, because we have to manage a lot of information. 就举于我们兴趣的一个部分, 我们的图纸。 我们上海中心的图纸, 那是有十几万种的图纸。 Yeah,we have a hundred thousand of our drawings, that's massive information. 就图纸系统的一个管理, 这个单向的管理就非常的复杂。 如何在过程中, 我们是在暗图的事工, 我们的图纸,我们依据的图纸是否的准确, 这就非常的复杂。 So it's very difficult to manage so many and such massive drawings in order to show that every implementation construction is based on the drawings. 所以我们自己建立了一套, 我们的图纸管理系统。 所以我们每一个建立的专业工程师拿到的图纸是有效的, 它有一个,我们的系统它有一个进行的一个比对。 And we also have a comparing system in our joint management system, to make sure that all the engineers have the effective and also valid joints. 最近我们在做的一个工作, 就是整个事工过程中的信息化的跟踪, 然后还有一个使它尽量的可视化, 然后我们是有一个比较三维立体的概念 来反映我们的整个一个工程的情况。 And we also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tracking system, and also the visualized process. 目前我们的取样点主要是针对我们上野中心的所有的计方。 因为计方是整个工程的一个心脏, 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比较。 And currently the monitoring system tracking system is installed in our facilities. 所以对这一块的研究,我们现在还在设施的过程中, 如果能够成功的话,未来对我们,未来进攻验收, 我们整个的试运性有非常大的帮助。 And we believe that this system can help us to immediately check and double check all these construction processes. 这项工作还在进行过程中,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我们才会进行一个总结, 会有另外一些体会。 如果有机会,未来我们再做一个交流。 It is still in the process, but I believe that we can learn more, and I would like to change more ideas in the future. 时间关系,我就简单介绍这一点。 Thank you. - Thank you very much. - 这个有效性,准确性和共享性。 - 那大家也会说,我一张图子摊出来,大家也会共享。 -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子。 - 我们经常发生一种什么情况? - 一张图子摊在桌子上。 - 监理、总包、设计、业主。 - 因为每个人的专业背景不一样。 - 所以看到这张图子的反应是不一样。 - 或者的信息也是不一样的。 - 对吧? - 所以经常会发生,为了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或者不知道是谁的问题。 - 讨论半天,浪费时间,然后扯平。 - 这种情况在工程舰上也是经常发生的。 - 这个东西损失的就是效率。 - 损失的就是工作资料。 - 为什么呢? - 刚才说了,每个人的专业背景不一样。 - 每个人的技术能解不一样。 - 你从一张平面的CAD图子蓝图上, - 获取的信息量是不一致的。 - 这是信息不能及时传递,有效传递的一个问题。 - 那么病呢,它能解决这个问题。 - 所以我们让各个方面能够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开展工作。 - 这是相当的关键。 - 下面我们请同济大学设计员张东升先生, - 从设计的角度来谈一下对病的一些认识。 - 那我们从设计的角度呢, - 给大家做一下, - 这个英文具体的一个写照。 - 首先呢,我想说呢, - 这个萨吉尼大厦的具体项目呢, - 在多个参与方的共同的服务下, - 其实我们获得的是, - 第一年的全国勘察设计的这个具体大赛的特等奖。 - 这个也是全国的一个想象, - 最高的想象。 - 可能接下来呢, - 我刚才跟那个业主的专门先生, - 也在探讨这个问题。 - 可能在接下来它一个应用上, - 也会放到全国比较先进的, - 后期的一个运营维护的一个应用。 - 因为这一块, - 从全盛力周期管理来说呢, - 是非常重要的一管。 - 而整个从这个目前市场, - 包括应用来看的, - 最快呢, - 还是比较缺失的。 - 我相信上海中心呢, - 可能将来会说到这一块是国内领先的一个视频。 - 我再反过来讲一下设计的应用。 - 其实这个我们设计应用Beam来说呢, - 好,我先说。 - 现在我们已经已经听了不同的观点, - 从主持人, - 建设计, - 和主持人。 - 我相信Beam可以帮助我们 - 时间, - 确实地分享这些资料。 - 这些设计应用。 - 并不在设计当中又应用了, - 其实我们最开始的目的呢, - 是为了解决我们的主要设计问题。 -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 - 还是说讲它的这个造型。 - 应用作描述的造型。 - 而首先, 就是我们这个造型和传统的这种方向的线图是很不一样的,那么它的一些定位,那么我们用传统的刺激地和二维的手段是非常难表达的。 First of all, it's a unique shape, causes the fact that it's very difficult to express it by a traditional method like CAD. 所以呢,通过这种定的手段引进,我们能确保所有这种曲面的一些定位,包括一些造型的修改,都是联动的。 比如说我们上海经典的这个木墙,最初的设计是通过脚本写出来的,那么它是用参数化的驱动,那么可以任意更改,而随时联动。 包括最后木墙的那种定位,我们跟传统的方式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是通过参数化的手段,把所有木墙的定位点, 在导常那个三维的座标,那么同时输出这种三维的这个座标到一个效标, 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定位的方式,那么改变了传统的那种二维的定位的一个方式。 And BIM can also help us to change, and precisely change the positions, because every parameters are inter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if we want to change the parameters for the curtain wall, and all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can also be automatically revised accordingly, which is much better than the 2D. 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在基电设计上,那么改变了我们传统的设计方式. And also the electrical mechanical design has also been changed. 因为传统的时候呢,我们的二位设计手,大家要互相提出, 那么要建筑给结构,那么结构提完了之后再把回来给基电, 那么基电再把提子给建筑,所以这样也是非常浪费时间的一个沟通过程. And traditionally speaking, there were a lot of back and forth in the process of electromechanical design. 我们的传用定的手段以后呢,就是用这种斜红的设计的方式, 改变了就是我们的传统一种互相提姿的一个过程, 因为这个模型呢,是大家在网络上共享的,那么任何一个设计师修改的东西, 那么我另外的人都及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更改情况, 那么这样的话,会非常有效的这种沟通,包括这种管线的布置和排布, 那么像我们的设备层呢,其实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参观设备层的话, 大家也可以看,我们的基电管线就是非常非常紧张, 那么如果不用这个三文设计手段来说,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管线如何去排布和如何去实现。 And we can also have a more coordinated approach to share all these information, because if one engineer makes an information, the other engineer can see it very quickly, especially for some companies in pipeline network. 通过三文设计的方式呢,首先是我们提高了设计效果, 那么保证了一个设计品,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设计局呢, 确保我们的设计差距率非常低. And the beam can help u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and also minimize the address. 那么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呢,就是说 beam呢是一个全过程的一个应用, 不是说这个我们设计及到应用进入了之后呢, 就是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不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还会遇到施工厂要继续进行深化,管理上要继续进行监督, 那么是一个协同一起协调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这个beam的程度是一个需要由业种来主导, 然后呢各方努力的一个进行。 so beam is about the entire process, and so it's related with desig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o everyone has to take a very coordinated approach to adjust these issues, but the beam process should be led by the owner. 好,谢谢。 thank you. 谢谢张德辰。 这个我给一个数据来说明这个beam在世界阶段一起的作用有多大。 刚才那个高总说了,我们整个山野荣耀大厦, 施工组是一万多张, 那么转换成各专业的这个生化设计图呢有十五万张, 那我们都是巨大巨大,巨大巨海量的信息呢, 那是否的准确,能够用到施工商, 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考验。 那么通过beam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方法和程序呢, 我们预先找出了十万个铺子上轮。 那么解决了这十万个问题以后呢, 解决了这十万个为什么以后呢, 实际上现场才开始熟悉。 确保我们现场的比较顺,不会出现自律的反应,这也是功不可观的。 那么刚才我们从四个方面对病进行了一个简要的介绍。 下面就一个问答环节,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已经有四个部份的观点,所以现在我们要开门的桌子。 我有三个关于消防存化的问题给神总。 第一就是,山海中心有没有一些防火分区是超过防火规范的,如果有的,它的面积不大。 你们的理据是用什么理据来争取这个大案的防火分区。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fire size,就是这个火的带小。 在这个烟的控制方面,你们用这个FDS modeling,来做一个simulation。 你用的火的带小是,好像是四个megawatt。 这个四个megawatt就是不是太大。 一般,一般的一些,比如说新丹节的时候,或者新丹树,这个树,火的带小可能已经大过四个megawatt。 这个明明是怎样说服这个消防局,用这个四个megawatt来计算,来做这个性能化的计算。 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将来计算的时候,这个中庭的消防计算,要不要用一个正义的火来计算呢? 好,谢谢陈炳。 谢谢陈炳。 谢谢陈炳。 对,少说三个问题,我回答一下。 第一个问题,关于防火分区的问题。 上海中心大厦的消防计算,我刚才介绍呢,主要根据国家和上海的地方标准,国家的地方标准。 整个大厦的防火分区的计算,基本上严格按照国家的防火规范进行计算。 也就是说,地下设备层是1000平方米,商业是2000平方米,作为一个防火分区。 地上的部分商业是4000平方米,办公层都是按照2000平方米。 因为是今天时间关系的,这个是没多介绍。 这个是有几个楼面,我们都是三个防火分区。 对上边部分是没超过2000平方米,我们作为一个防火分区。 也有这个是两个防火分区的,就是根据它的建设的规模,这个是面界。 防火分区。可以说是严格按照国家的标准规范,防火分区。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是FDS模擬软件。 防火分区。 因为我们这个是上海有一个地方标准,民用建造,防拍眼是技术规程。 根据这个是技术规程,中间一般情况下,它这个是A兆网。 那么考虑到这个是喷零色效情况下,那么我们也可以设定为是6兆网。 接下来是8兆网。所以我们主要是模拟中间发生火灾情况下,中间是环节温度。 所以我们实际了是6兆网。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关于中间验收的时候,是不是要进行爆火,也就是点火。 那么我们现在的实际,经过性能化的风险符合要求。 同时我们刚才各种也介绍了,我们正在开展一个课题研究。 也就是以上海中心大厦工程为背景。 就是超级、超高层建造,关键效果技术研究。 这个研究的结论,现在的实际也俯衡要求。 然后我们刚才玻璃木墙的试验,也在天津消防科研所做了这个试验。 这个是烧了三十多次。其中内木墙是B木墙的,不仅是在天津造这个试验。 就是它这个是能够达到一小时,因为它还用作为通保240度。 同时我们也进行创通保护。 创通保护它可以达到三小时。 我们在吴江也是天津消防科研所楼。 在吴江金刚防火玻璃场有一个是试验屋。 我们这个是因为其他楼是烧的,不仅是有水的。 里面是烧火烧,然后是创通在里面,可以达到三小时。 那么这些多试验屋,包括报警是三层的试验。 现在为了验证这些试验到底是否而离, 我们现在各种也会报过。 在验试的时候,我们是选一个区在大桃,就是重金部位。 我们是搞一个一招晚的火灾,为我们试验。 看它这个是烟物报警系统,因为我们会沾沉。 现在模拟下来是顶层先报警。 那到底能不能是顶层先报警? 同时这个是自动杀谁又会什么。 到底能不能接近的跟踪,扫描,定位,灭火。 我们还要验证一下。 最终以验证。 结果,这个是验证我们现在设计的合理性可靠下来。 谢谢。 and once again we fully comply with the national standard for the fire safety zoning. сделал for the FDS, we are using 6 megawatts, and the firstly, during the inspection and acceptance test, 我們會用一個1MW的火燈 去用一個示範的火燈 有什麼問題? 我問你 剛才那個領導說就是 標準方向樓層 有的是超過兩層平米 有的方向分區有兩層的方向 那麼你在分區的時候 你是怎麼做的? 用什麼材料 什麼形式來分明 謝謝你的提問 說明大家對消火安全非常的重視 我們是中心大廈 有些層面 是超過了 2000平方米 有的最大的是 6000多平方米 我們分了三個防火分區 我們防火分區的 這個防火分區 是以三回三連無機的防火捲連 也就是特級防火捲連 進行分割 在走道上 我們採用的是 常開設的防火門 進行防火分區 我們用火的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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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用火的防火 兩層 那麼內幕牆呢 現在採用的是在第一段的時候 用的是防火玻璃加鋼礦 然後在高段的時候呢 是用鋁礦加上普通的玻璃 然後加上盆栗保護 我可能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 就是上下這個分段是怎麼考慮的 因為剛才您說到 上段如果用噴水保護的話 這個也能達到三小時的耐火極限 那為什麼下面這兩層 還是要用鋼礦加這個防火玻璃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麼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咱們的內幕牆這一塊 當時咱們在設置的時候 因為如果中庭也屬於這個室內區的話 那實際上 內幕牆的這面牆 應該定義為是防火牆 那麼一般會用牆或者是防火捲簾 那我們採用了玻璃以後呢 因為防火玻璃它 它只能隔火 但是它不能隔熱輻射 包括它對熱傳導的那種 這種風格呢 也達不到捲簾和這個 墻的這個就是這個 那我今天三小時這種 就是背口面威度 對於這方面的要求是 防火玻璃是達不到的 那麼這塊 我們現在這個內幕牆 這塊的防火風格定義 當然是怎麼定義的 謝謝您的請問 為兩個問題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關於這個是中庭內幕牆 B1和B8目前的指紛 因為我們通過新能化分析的模擬 A就是在5米的高度 它的溫度呢是500度 這個是在深密高度 它是A火災是230度 B火災是在200度 而在這個是頂部 那麼它也達到是A火災達到240度 平時達到是180度 那麼我們這個是 為什麼要這麼分成是A和B 那麼是主要考慮到是 這個是施工周期的問題 因為是如果全部採用 鋼礦加這個防火玻璃的話 那麼它是在現場加工是比較困難的 而這個是鋁礦的結構是大約玻璃 它是在工艙裡邊先預置好 包括是我們採用了是接近的離合系統 在這個是現場加工好 以後到現場來 這些是調化上去的 而B木牆它是鋼礦 它是在現場是按摩的 這是一個主要原因之一 同時呢就是這個是B木牆 當然是在這個是三層以上 按照模擬它的溫度不超過240度 所以我們才用的是鋼礦呢 那麼為什麼要加 第二個問題 為什麼這個是烹鱗保護 因為根據這個是規範 中間防火分割可以採取三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防火割鉗 第二種方式是防火卷簾 第三種方式也可以採用防火玻璃 如果採用防火玻璃 它的整體完整性要達到一小時 同時要採用自動噴水溫火系統進行保護 而我們這個是中間的防火分割 也就是採用了防火玻璃 就是系列防火玻璃加烹鱗保護的方式 那剛才我也介紹過了 那噴鱗這個是保護 它這個是內火時間 靠火時間可以達到三小時 從理論上來說 如果是水源不斷供應的話 它三小時還可以延續下去 我們上次在做鼻翼木槍 楊少師演這樣創作的時候 我們燒到三小時 但是對它沒影響 因為時間太長了 我們屬於是三小時達到我們就終止了 所以如果理論上還可以延續下去 好那樣的話這樣 我今天介紹一個人 因為剛才我們幾位在介紹的時候 都說到我們的木槍 那麼其實我們這個木槍 有個說法叫世界上最大的柔性木槍 它是會變形 它的整個每個區段12到15層 上下的移動是24公分 向下發布的 向上是6公分 在豐客宰的情況下 那麼這個木槍確實 讓我們遇到了巨大的挑戰 首先它要解決變形的問題 它的變形要卸同 也就是說主體結構的變形 它每一層鋼結構 選挂的鋼結構的變形 木槍自身結構的變形 包括單元板塊自身的變形 這四個變形要協調 那麼這個 就為了協調這四個方面的變形 我們足足花了半年時間 上百次的計算 那麼今天主導計算的這個人 就在我們當中 我們和何時鈞博士站一下 當時真的花了上百次的計算 還要擺平的四個 四種變形的系統 那麼讓我們的這個木槍呢 得以順利的實施 那當然這裡面還有一個 關鍵的環節 就是剛才我說的 上下變化24公分的這個 關鍵軸程 那麼計算也是我們和博士來誤導的 那麼我今天也順著這個機會 說一下我們上一步 另一步 下一步發展的幾個方向 一個方向呢 是我們形成的一種 基於BIM的項目管理模式 向外輸出 現在已經開始做一些技術工作 那麼也接到了類似的 案例在推廣這個事情 第二個方面呢 我們BIM呢也跟同期這個 這個試探服務 相關的一些單位 做一些VTC和BIM的這個 也歡迎大家 關注一下我們這方面的情況 第三方面呢 我們跟華為接近 以及相關的業內人士呢 因為BIM的運用在不斷的推廣 也在打造一個BIM的雲端服務 那麼我們一直想 在意用的基礎上面 去為這個BIM的使用 為工程建設行業 生產方式的提升和轉變 做出我們自己的一些貢獻 謝謝大家 今天會到此結束 謝謝